只要堅持到底就会有收获 有一集花莲玉礼国小少棒队 为了筹错经费 那么学童利用课余时间 夏天重道 取名为热血袁莫名 虽然外界响应热烈 但是一年下来 训练 食宿 教练费跟生活开销 就要台币一百万元 袁莫名的收入 根本不够来支持球队开销 虽然现实很残酷 但小球员他们的梦想很清楚 就算处境艰难 也要逆风完成辉报梦想 用汗水来换希望 球队曾经面临到 可能解散的命运 于是小球员们 为了能够继续打球 开始在每周三的一大早 到农田里帮忙种菜和养鸡 等到收成的时候 学校可以再以成本价 向农民购买稻米 经过包装之后 取名为热血圆梦米 进行义卖 筹措球队经费 今年第一期的圆梦米 在脸书上受到热心的网友推广 只花了四天就在三月底销售一空 一个梦想的达成 常常需要集合众人之力来相助 十时怀感恩 处处有贵人 除此之外 小朋友们更加体会到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 心是一亩田 用汗水换希望 煮一片梦土 耕方寸心田 罗董不只是对球队的一些器材 很无私地帮助他们 连他们的生活上也照顾到 可是你这样花钱 您的夫人没有反对吗 当时我夫人也有去 可是我买了以后 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他一辈子没有床 一辈子没有床 自己的床 他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睡过自己的床 因为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有困苦过 那总算事业有成才想要回头 其实我都还好 只是说那小孩子 你想想看他 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床 多高兴 他爬上去多高兴 说值不值得 谢谢罗教练 陈教练 王老师 谢谢大家请慢用 只要方向正确 就该尽早出发 因为一旦方向正确了 抵达目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您还记得这个20岁的年轻孩子 孙大祥吗 为了关怀乡土改造社会 在缺人缺钱 又没有经验的状态之下 创办了小人物杂志双月刊 报道台湾社会里 纵使缺乏资源也不退缩 为乡土奉献耕源的小人物 用文字和图像 跟大家分享实践的勇气 小人物其实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 他的心目中都会有一个理想的世界 那让这个理想变成真的实现的人 我们称他叫小人物 所以中间实践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重要 那你的理想呢 是什么 我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位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 那跟这个办杂志有关系吗 跟办杂志 其实也算是有关系 它是我们整个计划的第一步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鼓励更多的人 然后去真正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从小到大 就是会 我们会一直想要去追求 别人的掌声 或者是 认可 赞同 因为不管说你说 当初去念军校也好 或者是 你 你曾经尝试着考试要好好成绩 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想要 去证明自己而已 但是当初在办这本杂志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 我们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渴望的 渴望的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 对啊 所以 就很奇怪的是 当你没有去追求 社会给你的掌声的时候 反而那个掌声反而是来的 这一季的《圆梦厨房》接近尾声了 下一季的《圆梦厨房》即将出发了 《圆梦厨房》是一个在摄影棚内 搭建的响应空间 是一场诗者与受者相聚的 关怀感恩残慧 来宾们在料理达人的指导下 一起君子进刨厨 洗手做跟汤 在准备料理和烹煮的过程当中 来宾们或许聊起了过去 曾经怎么样受到恩人的帮助 走出生活或心灵的困境 又或者是往日如何受到贵人的激励 开启了面对挑战的动力和契机 也有可能是年幼的晚辈 想要表达对长者的贵辱反谱之意 于是透过他们安排指定的菜色 在做与吃的过程当中 带领观众们来认识来宾们 感恩的对象和具体的故事 当他们救赎用餐之后 继续回溯过往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包含了瞬经跟匿迹 这些在他们人生当中 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咸 像是这桌餐点菜肴最重要的调味料 好味道的秘诀总是在于调和 毕竟生命的幸福感受 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味道 圆梦厨房没有刻意放进过多的调味料 去炒作节目的商业性 就像荒漠中的肝泉 不需要讲究年份 寻常的饭菜不需要高单位浓缩的维他命 生活的矿位贵在自然中的平淡平食 我们的目标是让观众 透过节目感受到这些来宾 抱着关怀感恩的心 亲手做料理 用厨艺传达心意 借饮食相聚一堂 让这些感动从舌尖直透心房 这样实实在在的节目风格 能够讨好观众吗 俗话说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华氏非但不怕热 更愿意用最大的热忱 让这个圆梦厨房 散发着平时动人的温暖 美食的关键是你的胃口 幸福的关键是你的心情 幸福的滋味是酸甜苦辣的调和 调和不是分量相同 而是珍惜和重视 你最在乎的那一位 我是李景光 这一季到此圆满 我是孙雨薇 下一季我们重新厨房 这里是圆梦厨房 我们下周再见